各党参选人在周末全力备战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也前往新北市 辅选同党参选人 针对应论文被认定抄袭而退选的前新竹市长林志坚 周六先生为民进党新竹市长参选人沈慧红造势 柯文哲认为林志坚若要出来就要面对外界质疑 加分扣分很难讲 但是都可以预计都一上来马上就要面对很多质疑 柯文哲另表示 学生抄袭老师要负最大责任 以台湾大学教育部而言 应该是陈明通要被处理 而农委会研究案的抄袭怡云 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 和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再度隔空交锋 我一块钱都没有拿 这个在当初的计划书里面预算分配表 写得非常清楚 这份文件包括这份文件 还有其他所有的成果文件 我们会即刻的发文给农委会 请他公开 现在各界质疑 农委会也要求当事人要做说明 应该要好好的说明清楚 护起责任 如果有任何不法不当之处 由相关部会直接处理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周六出席南投县长参选人 许淑华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但包括许淑华在内 国民党有四个县市长参选人 涉及硕士论文和研究报告抄袭 朱立伦表示尊重学术单位最后认定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先预设立场先抹黑 没有意义 我们还是秉持这样的态度 我们尊重学术机关认定的结果 民进党则是由副总统赖清德领军 到中部走透透 下午先到彰化为各参选人辅选 晚间折到台中参加肇事晚会 为选情再加温 记者邱志佩彭安群 众号报道 给 arte 请参加肇事与